指甲越白的人就越容易贫血吗 其实跟它循环不加也有关系 这个还是要去深入了解 听说铸铁锅可以补铁 这是真的吗 不一定 铸铁锅它能不能融出部分的铁 我想可能或许会有 可是它不会是多到让你去 维持住你一整天的一个含铁量 多吃葡萄干可以有效补铁 这是真的假的 假 葡萄干铁值的含量 其实跟其他的食物比起来 含量低 含铁食物适量摄取 告别缺铁人生 走蹲起身容易头昏眼花 真的是贫血的征兆吗 如果补铁就能够改善贫血的症状吗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铁值是维持生理机能的一个重要元素 但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 从我们身体中溜走 看完这一集节目 我想大家会开始重视 在体内的含铁量 女性以血液为基础 皮肤头发指甲有充足血液的营养 看起来就会健康又有活力 如何吃才能健康美丽不缺铁 等会也就让我来告诉你 但是很多人大部分 第一个印象就觉得说 头晕目眩 尤其是女生 坐下又站起来 觉得头晾 就是代表说自己缺铁平血 柳医师 这样子的指标判断是正确的吗 可以部分怀疑而已 因为头晕目眩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要区分是所谓的中枢性或周边性 中枢性其实最常见就是 鸟瓶持续性的头晕 一整天都头晕 那可能要怀疑有时候是脑部的小中风 尤其是小脑的中风 最常见会一直持续性的头晕 那如果是周边性的原因就很多了 包括说所谓的内耳不平衡 包括说像贫血 包括说有的是因为 他精神不济 睡不好 或者是有的是情绪的问题 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如果以我们营养的角度来看的话 往往很多人就是因为长期营养的摄取不均衡或偏食 造成它的一个特定缺乏某些特定的营养素 造成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 或者是头晕目眩 脸色发白等等 那当然最常见就像是缺铁 这是我们最常见 饮食中如果长期缺铁 或者是因为其他因素 造成体内的铁质的流失 吸收不易 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头晕目眩的问题 那当然呢 另外像是有些人他是因为钠过低 像低血压的人 他有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浓郁头晕目眩 那其实是去看 他可能饮食中 他的钠是长期可能摄取较低 造成他的一个低血钠的一个情况 也有可能造成这些情况 那我也有发现说 有些人他很奇妙 他就是饮食中 他只要维生素C的食物多吃一点 其实他原本的头晕目眩 或不是的状况 改善了 也会改善了 因为我们人类是少数的一些动物 他是没有办法自行 就是合成维生素C的 所以他饮食中当中 只要把一些维生素C 含量丰富的食物多摄取一点 他很多不明的症状 或者是一些就是不舒服 他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食物的摄取很重要 如果光是从指甲的颜色 有了很白 就是人家正常应该红通通 他指甲颜色如果越白的话 也是代表说是一种平血 或是缺甜的表现 这个是中医的一个望诊上面的一个诊断方法 那其实我们正常的指甲的甲床的颜色 应该是要淡淡的粉红色 那不过说如果他的指甲是比较偏白色的话 那还有他的指甲有的人可能会有 上面会有白点 那我们这个可以去评断说 他应该是有缺甜性贫血的问题 或者是贫血的体质 除了饮食之外 其实我会觉得像循环不好的人 也容易会造成末端 因为末端循环不好 所以像女生手脚冰冷 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指甲泛白 其实跟他循环不佳也有关系 所以不见得说是只有缺甜 指甲才会变白 他还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还是要去深入了解 气血循环不好也会嘛 女生最容易有的 那网络的谣言爸爸 就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q 听说铸铁锅可以补铁 这是真的吗柳医师 这个应该是算是各一半 不一定 用铸铁锅补铁 这个很难想象 一般大部分其实铸铁锅 我们不太会把他的主要原因 拿来当做补铁的工具之一 不过的确是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然后像之前柬埔寨 因为有一些村落实在太贫穷了 他根本连摄取到肉类 或者是说含铁的植物 几乎是很少的 所以有一些救援的机构 就想说要什么方式 来给他们去做补铁 那结果他们想到 以前都用铁块直接放到他们 要煮东西的锅子里面一起煮 结果发现他们觉得铁块看起来 就没办法刺激他们的食欲 对 而且可能会有一种味道吧 对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铁块 做成像小鱼一样 所以他们就叫幸福的小鱼 那就跟着他的菜一起煮 结果一起煮之后发现 煮了补了差不多三到六个月之后 发现这些整个部落的人的铁 含铁料的确是有上升的 那这一只小鱼可能价值 才五块的美金 可是对整个村落的健康 带来的效益是很大的 那一般大部分我们这样铸铁锅 其实是为了他的 烹饪的器材这件事情而已 那他能不能融出部分的铁 我想可能或许会有 可是他不会是多到让你去 维持住你一整天的一个含铁量 的营养来源就对了 可是很好奇 如果说是物质上面这个铁 我们吃进去之后 就真的能够被人体吸收 他那个鸡转有时候很难以想象 对 因为一般大部分我们吃的铁 其实从不外乎从动物或植物过来 那动物里面他的铁值的吸收 其实相对好的 所以如果你等于是直接去吃铁锅 什么融出来的铁 那等于是从 等于是你直接去吃这个矿物质的铁 那这样子的吸收 其实相对是比较差的 那因为我们在吸收的时候 这个铁本身会所谓叫做 血基元铁跟非血基元铁 那他们在我们人体的吸收上的比例 就已经差很多 数率就已经不一样了 对 差很多 那如果你再是直接从矿物 等于是这边融出来铁去吸收 那效率更差 那如果说我缺铁的人 一定要吃铁剂吗 一般如果轻微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从食物上去补充就可以了 不见得一定要到吃到铁剂 那假如说在抽血 我们在看数据的过程之中 发现他连体内储藏铁的存量都相当的低 而不是单纯的血清铁降低而已 那甚至已经低到 它影响到它的血色素 造成贫血甚至有临床上的症状 那这种可能要用铁剂来补充 速率跟效果会比较明显 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你看起来就是那个脸色苍白 气色不好 你就补充这个铁剂 如果说吃多了 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沉积在体内吗 会 一般他们吃的话 可能你要吃到过多 其实还会有点难 因为铁你真的吃了很多的时候 其实会造成肠胃不舒服 会噁心感很严重 那最常见的是 有的人是去坊间乱打针 他找密医 他说我自己缺铁 那有的医师就给他打 用针剂的去补充 那在过量情况下 甚至会造成致死的可能性 致死 还有可能会死 会造成生命危险 那大部分其实在补铁的过程之中 其实大部分是补到不足 那如果真的吃太多 有些人他是 他其实他疾病根本不适合去补铁 最常见就是 有的他明明是地中海贫血 那地中海贫血的人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去补铁的 那如果你的铁剂这时候 是自己去乱服用 甚至还去吃所谓的高剂量 再使用一下 那变成这些铁子他没办法利用 没办法利用的时候 他会堆积到我们其他的肝脏上 一般肝脏 胰脏 然后再来就是肺脏 那造成一个叫做血铁沉积症 那血铁沉积症本身这个疾病 最常见其实是咸天性的问题 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那很多人如果在不正当的 补铁的过程之中 会造成一个所谓的 厚天性的血铁沉积症 这个会怎么样 严重的造成肝硬化 或者是造成糖尿病的出现 因为这些器官等于是 这个铁子的沉积 就造成他里面一个外来物 那细胞就变成 他觉得他是一个无法去代谢的东西 那就造成一个免疫细胞的攻击 所以变成这些器官 就造成一个破坏 那如果说以中医来讲 药我是给他药膳吗 还是说其实我透过一些身体的调养方式 就可以 其实我是觉得说 大家现在都是比较讲究养生嘛 像一些比较简单取得的一些药材的话 像比如说像是红枣啦 或者是龙眼肉跟枸杞的话 因为你可以发现 它颜色都是比较偏红 那终于讲的话 色翅是入心嘛 心足血 所以它其实它这个 平常我们在炖煮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水喝 那这个就是有很方便的补血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一个现在很讲究 很经常在听到的一个阿娇 他说是那个补血圣品 然后又养颜美容这样子 那这个它的服用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直接把它用热水融化 或者是有的中药好像都已经把它搓成粉了 这样也是一个平常日常保养的方式 补血的好方法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些人他会选择买这个阴阳保健品 他想说我来补铁 这个也是有帮助的吗 要怎么调 这个还是要回归到刚刚有一个问题 就是贫血的它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嘛 那如果说我觉得我头晕目眩脸色苍白 我可能有贫血我马上去买铁剂 或是买铁的保健食品来使用的话 其实有可能会补错 因为很有可能它的贫血化的不舒服 其实是因为长期可能是缺乏维生素B12 或缺叶酸 那它缺的是这一类的营养素 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在补铁剂 补过量其实反而对身体是有一些负面的危害 反而你不补还好 补多之后更糟糕 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是要确定自己是缺什么 在有医师或营养师的一个指示下 我们再来去补充需要的一个营养 那如果说纤维的缺铁剂 我们可以从饮食中去补充 那还是希望说能够从一些 就是比较天然的食物来获得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依赖保健食品的话 我会觉得如果说在我们还不确定 自己到底是缺什么的话 你不妨如果真的要补充 那要补充中和性的 那但是营养品保健食品不是有吃就有保病 很多都是人工合成 那人工合成它对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不见得好 反而它里面得一些额外的譬如复兴剂 或是它一些什么添加物 对人体可能长期反而也是一个负担 所以天然的食物来去摄取 当然会是更好 你吃个牛肉 你总是比吃个那个 维他命或是什么来得更理想 因为它是一个更好被人体吸收利用的一个形态 再来就是多吃葡萄干可以有效补铁 这是真的吗营养师 针对这一题讲有效性嘛 所以我会举甲 对有效性喔 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像刚刚宗医师也有提到 其实这种生涩食物其实含有丰富的铁 那是可以帮我们补铁 可是葡萄干的话 它的铁质的含量 其实跟其他的食物比起来的话 相对它的含量低 而且呢植物性的一个 一个含铁的一个食物 它有一个缺点是 它刚刚有讲过我们是属于三架铁 三架铁的部分 其实它对人体的吸收利用上 它是比较辛苦 它需要在体内做一个效素的转换 它所以说我们体内效素是否足够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跟它的转换率有关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像如果说你要吃很多葡萄干 那其实你不如去吃动物性的食物 比如说去吃红肉 或者是猪肝 猪血 这一些就是动物性的一个食物 因为它在人体的吸收上 它是属于二架铁 二架铁它是不受其他食物的干扰 直接吸收 直接吸收 直接利用 所以很快速 或许它的含量 你去比100公克互相去比 你会觉得可能红肉 它没有那么高的铁的含量 可是它对人体的吸收利用率 它是植物性的 含铁的食物 它是三倍的 所以其实你不用吃到非常高剂量的铁 但是你对人体的吸收利用率是高的 那所以说刚刚讲 葡萄干它的铁的含量是低的 而且它因为是属于植物性 那植物性刚刚讲三架铁的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说 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植栓 草栓或者是纤维 那这一些在我们摄取的同时 它都会抑制铁的一个吸收利用 所以我们吃了很多的葡萄干 那你不如去吃动物性的食物 会更快 对于真的缺乏的人 它是更有效的 饭前饭后 大概一个小时 都最好还是不要喝这些咖啡 或者是差异 那另外就是像 汽水其实饮用过度 也是会去影响我们的 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利用 所以这个部分 根据卫福部营养调查显示 成年女性缺铁的风险 是男性的八倍 每十人当中就有六人 有缺铁性贫血而不自知 卫福部建议成年女性 每天从饮食中摄取 15毫克的铁质量 以免罹患缺铁性贫血 成年女性缺铁的情况 比男生还要严重 就很想知道说这是为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 我如果是属于这种 缺铁性贫血的人 他会不会是有某一些 疾病的征兆 就是说你必须要赶快去处理它了 一般对于某个元素的缺乏 我们其实会从三个部分去看 一个就是你吃的东西过少 第二是吸收的不良 我吃了可是中间跟我没有吸收 第三个是我吃了我也吸收了 可是某个地方在流失 就会从这三个步骤去看 那所以最常见到就是说 有的是因为老人家或小朋友 有纯母奶的小婴儿 如果前四个月 那可能完全都母奶的情况下 可能四个月之后发生轻微缺点性贫血的机会 就会上升 或老人家因为他本身牙齿不好 吃东西他就不想不太敢吃 那这时候他可能在铁的吸收上就变得不好 那所以在吃的部分就会 第一个会有可能遇到这种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吸收的部分 那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 很多的三架铁他必须先还原成二架铁 那在这个有的人他因为基因的问题 或者是有的人他是因为肠胃道的问题 所以在本身这还原酶或者是他在吸收 因为我们的铁是在我们的小肠的前段那边吸收 所以在十二指肠 那边就会开始有点在吸收了 那如果在吸收过程中 因为那边有出现肠炎或溃疡 那这时候他的吸收上就变得不好 对那再加上如果有的严重的溃疡或胃出血 那变成是有个部分在流失 那其他的部分就包括说 有的人他是因为可能饮食上的问题 那就造成铁子他也没办法吸收得很好 所以这类的人就是看得到 他有可能会有冰血的可能 哇所以吃的不够吸收的不好 然后有某一些的身体的可能在流血的情况之下 都会导致缺甜嘛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可能十二指肠溃疡或是胃溃疡之外 我们痴疮也是容易造成失血的一个原因 对就是如果说以临床上来讲的话 他就是说有痴疮嘛 他可能就是有内置的情况 然后造成他排便的时候会大量的出血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量出血就是说 他会有刚裂的情况 就是他可能平常会有便秘 然后排便是比较硬的 然后造成他肛门就是有伤口 撕裂伤这样子 对所以他出血量也是会很多 那有的人他刚裂的 他伤口要愈合的时间 可能都是一两个月 他又没有去治疗 那这个就是会在短期之间 造成一个贫血的情况 那还有另外一个常看见的 就是说会有那个子宫肌瘤 出血量过多的问题 那有没有特别哪一些体质的人 他比较容易会有例如说 缺血性贫血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缺血性贫血的话 以中医来讲的话 是跟心肝皮三个器官比较有关系 那再来就是跟他的肾脏也有关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有先天不足的情况 这四个丈夫本身就比较弱 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有血虚的体质 或者是他劳力过度的话 也是会容易有耗血的情况 孕妇或老人哪一些人比较特别容易 会因为孕妇基本上 他还有多一个小宝宝 所以他对铁的需求量 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常常其实可以看得到孕妇 他会出现缺点性贫血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孕妇 尤其在第二产程之后 他小宝宝会快速的长大 那这个期间我们会希望他去补充 铁子的一个含量 每天的营养的摄取上 会希望他会多的 差不多多的一倍半到两倍的含量 那在吃的部分呢 吃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会希望不要有 其他去干扰到铁子吸收的部分 那刚刚营养 刚我们营养社提到说 只要有植物酸的 植酸的这个东西就有影响 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丹磷酸 那丹磷酸最常会被发现 就是在茶类或咖啡 很多人喜欢在 可能吃完饭之后 喝一杯茶或喝一杯咖啡 他要去油解腻 对 所以结果就造成 你好不容易你那一餐里面吃到的铁 整个都排除掉了 其实饭前饭后大概一个小时 其实都最好还是不要喝这些咖啡 或者是茶饮 因为还有丹磷酸或咖啡 那另外就是像磷酸也会影响 所以像有些青少年很喜欢喝汽水 那那些汽水其实饮用过多 也是会去影响我们的 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利用 所以这个部分 饮食上还是要小心 那另外的话像 比如说刚刚就是有提到孕妇 因为他们属于生长快速的 因为她是宝宝发育 那另外像青春期的女生也是 因为她MC刚来 或者是说她身体的营养 会大量的一个需求 但是如果说她又偏食营养不良 各方面也会造成她可能会有缺帖的问题 那长期卤素的人 就是吃素的对象也有可能 因为她饮食的一个比较 没有办法去补充到一些动物性的食材的来源 所以她在饮食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缺乏的部分 那对这些吃素的怎么办 她又不能够去吃肉 虽然我知道说她的含铁量是高三倍 素食者她就可以补充维生素C 丰富的水果 那像柳橙汁或者是柠檬汁等等 它可以在我们吃含铁高的一个植物性的食物的时候 它可以打一杯蔬果汁 那这个汁的话最好是去渣 不管是柳橙汁柠檬汁 把那个渣渣去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纤维也会影响铁质的吸收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补充的是那个维生素C 促进铁的一个吸收利用的话 那你不如把渣渣去掉 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那个维生素C帮忙它 那如果有过多的纤维反而会影响 那我在极度缺乏铁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反而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蛋白质对于铁的一个运送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铁了 可是你需要有一个蛋白质帮它做运送 运铁蛋白的运送 所以如果说素食者他的饮食中 如果是以蔬菜 水果 淀粉类为主食 蛋白质很缺乏的话 那也会造成他有铁可是没办法运送 所以素食者会建议说还是可以多补充一些 黄豆 黑豆 或豆腐 豆干 这一些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以这个综艺来看 这个黑木耳也有含铁量很高是不是 黑木耳它的含铁量是比较高 然后就是它含胶脂也是很 含量也是很多嘛 所以一般人可能就现在是想说吃这个来养生 但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缺铁的人 就比较建议吃黑木耳 那但是因为黑木耳它的属性是比较含量的 所以有些人他如果说有肠胃比较含冷的问题 就是容易可能消化不良 或者是容易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他在月经期间可能会有痛经 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小朋友的话 那这一类比较肠胃比较含冷的人呢 他可能就尽量去不要吃黑木耳 那如果他真的想要吃的话 就可以加点黑糖去炖煮 或者是加浆 把它的含性去掉 像刚刚钟医师有提到黑木耳 那像黑芝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包括说像什么红线菜啦 或者什么红凤菜 就是这一些比较深绿色或者是红色这些蔬菜 其实可以多多补充 最近走路会喘 以为说自己心脏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抽血检查发现它是贫血 那再来就是异常的掉法 所以很多皮肤科医师在看落法的时候 也会去帮病人检测铁的含量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 想要补血啊 透过穴道按摩的方式就可以做到 中医师怎么做 我们的血液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促进它的血液的生成 另外一个就是说让我们的肠胃营养吸收更好 提供我们造血的一个原料 那第一个穴呢就是我们的竹山里穴 是在我们的膝盖下面 然后这样子从这个凹窝底下呢四横纸 那其实就是三寸的位置上 然后从这个骨头旁边一横纸 那这个是竹山里穴 那是那个阳明大肠经的穴位 它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营养的吸收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血海穴 它是在膝盖的上面 那就是在三横直的地方 膝盖上吗 对 那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个肉比较鼓起来的地方 这个是血海穴 那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那个血液直接的生成制造 那像有一些女性多按压这个穴位是很好的 因为女性还有月经的问题嘛 所以就每一个月都会失血嘛 对对 然后我透过这两个穴位按摩的方式 它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嘛 对 那如果说我真的一旦有这个缺铁的情况 应该要怎么治疗啊刘医师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 假如还在轻微 当然就是食物上看能不能够补充上来 如果真的严重的 那我们医师判断需要去做铁剂的补充 那这时候可能会建议至少一次服用到六个月之久 六个月 一次我中间可以中断吗 中断就没效了 不太建议 因为第一个月前三个月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治疗期 所以大部分前三个月都可以达到蛮理想的一个治疗的程度 那后三个月我们叫做广部期 就是让你的体内的纯铁量能够再更高一点点 那当然有些人就是说我们前三个月做完补充之后 我们会再抽血检查 看是不是符合预期性的补血情况 那有些人就是我已经吃了三个月的铁剂了 他也都有认真的去吃这些药还是补不起来 对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找原因了 那找原因就包括说哪里在漏血 那最常见就是肠胃道在出血 所以可能甚至胃静大肠静都需要去做检查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被发现有恶性肿瘤 尤其在大肠右侧的大肠癌 最常见它会造成贫血的情况 而被发现 因为右侧大肠癌它那时候粪便还没有成型 所以它并不会有出现所谓的理疾厚重或者是说排便习惯改变 那之后它是先用贫血来做一个临床上的表现 而这样子意外被发现 那如果有女生的话 这时候可能就会建议要到妇产科去 做所谓的超音波 妇科超音波 去排除是不是有所谓的子宫内息肉 或者是所谓的子宫肌瘤 所以造成它每一次的MC来的量 特别的长或特别的多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在营养的部分 有没有在治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就是除了搭配医师的一个治疗以外 饮食上当然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就是多补充一些动物性的一个含铁膏的一个食物 像刚刚讲说红肉 红肉包含不管是牛肉 鸭肉 羊肉 甚至深海的鱼类等等 这都是很好的选择 另外就像什么猪血 鸭血 或者是说内脏 像猪肝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如果说是素食者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尽量多选择一些深色 不管是黑色 红色 或者绿色这些蔬菜 水果 我们可以多多地去补充 那记得就是不要忘了 就是如果可以去纤维 然后把维生素C加强的话 那其实就会更棒 那蛋白质的补充不要忘记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饮食 能够搭配医师的一个治疗 对于它整个的恢复状况会更好 最后想问这个刘医师 就是我在什么样情况之下 就是我必须要去治疗 一般大部分我们就看说什么情况下你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贫血 可能动不动就会头晕目眩 那再来就是说有的人他是因为走路 忽然觉得最近走路会喘 那很多人他是因为这样子而跑到心脏科去 以为说心脏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结果一抽血检查发现他是贫血 那再来就是异常的掉法 所以很多皮肤科医师在看落法的时候 也会去帮病人检测铁的含量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异常的点色苍白 或莫名的疲倦感 这时候都是要去检测的部分 那其实抽血就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所谓缺点性贫血了 所以抽血是一个最快速 又最能够直接确诊的一个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